这种要小心 太滑了 这家伙 哦 哦 杀鱼 哇 有了 已经洽面子了 哦 看一下 哦 吓死他平了 我怎么有条杀鱼这里 这个先不管他了 他们抓这个 这个海蟆 躲在这里了 哦 有了 有了 哦 今天要收到铜里面 再看一下这条杀鱼 哇 这个那么大 估计有个四五斤了 有一点点臭味 这个估计是昨天晚上就领和饭了 哇 那么大一条 哈哈 哇 这可以带回去 给那些农民啊 给我伯伯他们煮熟了养猪之类的东西 走了 再探索这边看一下 哎呀 这边水好清啊 哇 有点热 有点想游泳的冲动哦 哎 这边有货 哇 是一个清口 哇 这清口漂亮吧 咦 长得太紧了 哎呀呀呀呀 哇 看他身上这些丝 都是装在那个石头里面的 不错 这边还有吗 慢慢的寻找 会有收获的呀 大螃蟹啊 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 赶出来一条跳鱼 哦 哦 这好像是一条鱼哦 哇 这个还不小哦 哎呦 什么鱼啊 好漂亮啊 哎 躲在里面 等一下 哎呦 夹不掉 太滑了 哎 跑过去 还蛮要手抓 哎呀 那些刺 哎呀 有了 有了 啊哇 手套 哎呦 它嘴巴里面好红啊 是不是吃的那些珊瑚蕉啊 看嘛 必要要神鱼 白骨鱼嘛 哎呀 熟了 这边再找一下 哦哦 这条鱼已经撬变子了 怎么 偶尔是吃饱哦 这个估计是被螃蟹攻击了 没什么味道 可惜了 要是活着的话多好啊 看这种鱼 超级的营养 全身都是吃哦 可能撬变子有一定的时间了 现在都是吃 死了以后都没有没有鱼啊 赶来吃它 算了 展示完之后给它放你家 咱们就在赶海吧 看到没 有个猪彩罗在那里的 我们感染者习惯了 有时候发现一点不对劲了 或者异样了 就知道是有过了 一般人的话看不到这里了 还有阿平是二班的 白天之后他们都会钻到这个石头缝 晚上就会出来游行 用气好的就躲到坑里 用气不好的 就只能晒太阳在那个路在外面 这么多的海螺在这里 大大小小的估计有个一百几十个的 这里有一只螃蟹 好像已经领核饭了 动不动 活的哦 他听到声音之后就把那个夹子给逮起来了 你是不是在这里装傻 哎呀 可以哦 我在想他可能是装 现在你一动不动的 然后等那些鱼游过来再捕食 南华鞋也是挺聪明的